各位網友好,各位支持全民共振的朋友好 前些天中共廣電總局封殺了內涵段子 藉口是這些APP傳播內容低俗的段子 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其實中國最低俗的人群就是那些政府官員 官職越高的就越低俗 他們大肆貪污公款,搶取豪奪,揮霍成信 而且淫亂無度,勤富成群 他們還把大量的錢財送到國外藏起來 他們的二奶和私生子變天下 就是這些自己毫無廉恥的流氓 居然大言不禪的指責網友低俗 天下哪有這麼荒唐的事情呢 那這些政治流氓全面破壞法治 倒行逆施本來是已經引起了很多群體的不滿 這次封殺內涵段子等等那個APP 引發了全國兩億斷有的憤怒 其中有很多是九十後的年輕人 這些年輕人本來是不願意關心政治的 不願意參與政治的 只是希望過自己的日子,玩自己的遊戲 希望在玩樂之餘也參與一些公益活動 這些本來都是非常正當的 非常積極的生活方式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呢 我們不管政治,政治要來管我們 因為這個流氓政權它要推行朝鮮式的極權專制 要用權力來控制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 所以全國各地的斷友上街抗議 用汽車喇叭聲音來表達我們的憤怒 還有一些斷友在街頭聚集痛斥流氓政權 確實現在到了這個時候 現在是必須對流氓政權說不 否則他們就會一步一步的剝奪我們的自由 他們先是封殺了VPN,不讓我們了解真相 然後就開始封殺段子 連幽默諷刺都不行了 下一步他們就會封殺論壇 要讓我們沒有地方發言 接著就會給我們徹底的洗腦 最後還會強迫我們 每天都要喊某某萬歲,某某某九千歲 你不要以為這個不現實 不要以為他們不敢胡來 如果我們不反抗他們就會胡來 我們越軟弱他們就越流氓 今年3月初的時候我們全國有88位有識之士 他委託我們這些在海外的人 在海外建立一個全民共振平臺 這個平臺的宗旨就是為所有的抗爭群體服務 就是想方設法的要把所有分散的這些抗爭 要匯聚到同一個時間,匯聚到少數的地點 讓他們能夠互相呼應,互相支持 最後形成一個全民抗爭的洪流 贏回我們應有的權利 所有認同全民共振的理念 支持全民共振行動的這些朋友 希望大家這一次要積極的參與到斷友的抗爭之中 支持鼓勵身邊的斷友一定不要放棄 一定要堅持到底 我們有兩億斷友 只要我們一起說不 再大的流氓他都會害怕 斷友出征寸草不生 這是斷友的口號 這一次我們要把這個口號變成現實 大家一起來贏回我們聽斷子說斷子的權利 我們全民共振平台也向流氓政權發出最後的通告 你們必須全面的恢復內涵段子 而且不能夠封殺貼紙 絕不允許刪帖 否則的話,今年五一 在全國各個省會城市 在省會城市的中興廣場 在省會城市的主要的火車站 你們就會聽見震耳欲聋的汽車喇叭聲 你們會看見大量的人潮、大量的車流 無數的網友他們就會把車開向廣電總局 無數的網友就會匯聚到省會城市的中興廣場 和主要的火車站 你們封路都沒用 你們在哪兒開始封 車就在哪兒開始堵 人就會在哪兒開始鋸 你們封得越狠 人就鋸得越密 車就堵得越多 喇叭聲也就會越大 這是一場網友和流氓之間的對決 這一次流氓你們是別無選擇 你們必須屈服 否則的話,你們將會聽到喇叭聲響側天空 你們將會被車流沖垮 你們將會被人潮淹沒 請大家記住 如果他們不恢復內涵段子 五月一號大家上街 向省城的中興廣場 向省城的火車站進發 斷有其聲吼,流氓就要發抖 流氓不低頭,斷有就不回頭 斷有按喇叭,流氓就要垮 所以五月一號讓我們都來當斷有 五月一號齊聚省城 不達目的,事不罷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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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歡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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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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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